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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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这门课的讲师 陈正旭老师 欢迎收看摩克斯基本电学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是 4-3的重叠定理 那我们在4-1跟4-2的部分 已经为各位同学介绍过了 两个不同的方法来解析 复杂的网络 那我们在4-3的重叠定理的部分 那在解析电路上面 又有什么样的特色跟优势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下去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标题是4-3的重叠定理 老师为同学准备了一些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主要第一个部分 我们会介绍一下重叠定理的用途 是什么 好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重叠定理的解题步骤 好 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会用範例来各位同学介绍一下 重叠定理用于双电源电路 用于双电源电路上面 会有怎么样来解题 接下来呢 我们会各位同学介绍 重叠定理用于电压源及电流源的电路 以及最后一个部分 好 第一个范例 重叠定理用于双电流源电路 第二个范例是重叠定理的应用题 好 那我们马上来为同学介绍一下重叠定理的用途 好 那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上 萤幕上面这样子的一个图形 好 那用途是 第一个它说 求解多电源的电路可避免 解复杂的连立方程式 好 那我们在4-1跟4-2 介绍的复杂网路的电路的时候 所用的方法都要求解位置数 而且要列连立方程式 好 那这些对一些数学 比较好的同学来解题上面 是有一些困扰的 好 所以比如说 我们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老师用蓝色框框框框的部分 i1 v1 i2 i3 好 那我们要解析上面的电压跟电流 如果我们用4-1的方法 解点电压法呢 我们必须要求解的是V1 好 那我们要用到的观念 当然是科系合幅电流定律 KCL 跟欧姆定律 好 然后再来求解位置解点 最后还要把带路求解 好 那步骤上面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假设同学 不会用解体电压法求的话 可能会用到回路电流法 那一样 哇 那电路上有两个回路 那就是要解IA跟IB 那用到的观念 也是KVL跟欧姆定律 就是科系合幅电压定律 跟欧姆定律 好 那我们再来求解位置电流 最后再带路求解 所以在这个方面 因为过程跟解题上面 数学要用到非常的多 对某些同学来讲 会有些困扰 好 所以我们来介绍看看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求解这些 这个复杂的连立方程式 该怎么做呢 好 那就是我们的重叠定理要用的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电路上有三个电源 就是电压源E1 E2跟E3 好 那我们在做的基本想法 主要是第一个 我们会先考虑 独立电源E1 我们会把E2跟E3不纳入考虑 去分别求出I1 I2 I3跟V1 好 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到第二个电源 好 就是所谓的E2 好 那一样我们E1跟E3是不考虑的 好 一样再把电压跟电流算出来 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考虑最后一个电源E3 同理另外两个电源是不考虑的 好 那这样来计算的话呢 看看会不会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进入到解题步骤 就是到底要怎么使用呢 来 步骤一 保留一个电源移除其他电源 就如同刚刚老师所说的 好 我们保留一个电源 其他电源把它移除掉 那移除掉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遇到电压源要短路 电流源要断路 好 那就是我们把电压源设为0 那各位同学如果有印象化 我们在电压源跟电流源的章节有提到 电压源的内组是0 好 电流源的内组是无限大 所以我们把电压源把它短路掉 好 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排除其他电源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我们之前 求解电路的分析方法 求除带车元件的电压或电流了 好 那步骤一个步骤完成以后 我们就要更换其他电源 再重复步骤一二 好 就是我们步骤三的动作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全部电源都已经计算完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加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重叠定理的使用限制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非常的重要 重叠定理只适用于计算电压跟电流 并不适用于计算功率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这样子一个图 假设我们这个电阻上面流过的电流 IT等于I1加I2 我们想要算看看 电阻上面的消耗功率P是多少 好 那老师来解释一下 来 那一般同学的正确功率的计算方式 是会这个样子 好 老师可以 老师来跟同学讲一下 IT等于I1加I2 这是什么意思呢 假设I1可能是 在用重叠定理过程中有两个电源 I1是其中一个电源求出来的结果 I2是另外一个电源求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可能会把它先加起来 再来计算功率 那计算功率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使用公式P等于I平方R的方式来计算 好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用IT平方乘上R 来把它计算完毕 好 这是正确的功率计算方式 好 那有的同学会这样计算的 好 那它们怎么算呢 比如说你在算第一个电源的过程中 已经把I1把它算出来了 好 那它就很高兴 就直接把I1平方乘上R 记录起来 这是我们第一个电源得到的功率 I2的部分它也是这样计算的 它用I2平方乘上R 再把它算完 然后结果它用重叠定理 功率的重叠定理 而且它把它这样加起来 P等于P1加P2 就是I1平方R加I2平方R 好 那各位同学可以 现在可以思考看看 这样算到底对不对 答案肯定是错误的 为什么 那是为各位同学来解释一下 原因很简单 因为功率是平方的计算 好 那我们数学上 在国中数学学过 A加B的平方 会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所以A加B的平方 不会等于A平方加B平方 所以我们如果套用 刚刚的解释方式 如果我们是把IT整个算完 来计算电阻上面的功率 的话是IT平方乘上R 好 那如果你是单独 计算完功率再加起来的话 是会呈现在下面 绿色框框框起来部分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其实蓝色框框框起来的 是正确的计算方式 绿色框框框起来 是不正确的计算方式 这两个算出来的算式 跟公式当然是不一样 好 所以各位同学 要必须注意到一件事情 好 那个 我们重叠定理 在算功率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电压 跟电流单独算出来 好 计算出来以后 再来算电阻上面的消耗功率 这样是比较正确的 好 那我们来做个总结 那在重叠定理上面 我们有学到说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我们必须 考虑独立电源 把另外两个电源把它移除掉 好 那移除掉的部分 移除掉的部分 我们就不会去考虑到 全部的节点电压法 或者是回律电压法 把它解释 解释或者是解析 图上面的位置数 然后再带入 带进去 好 那所以 我们重叠定理 可以很简单的 只考虑一个电源 把电压跟电流算出来 再加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来算 如果你看到电路 很复杂的时候 好 在算电压跟电流的时候 是会变得比较简单的 好 那测试的单元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